配合都更为老条例上路之后 透过新北市城乡局初步评断结果 新庄区光明段位于明安西路上 就有不少屋林超过40年的老旧公寓 在城乡局与住户多次协调整合 终于可以重建 副市长就表示老屋重建 让居住水准再提升 新庄区光明段位在明安西路上 就有不少屋林超过40年的老旧公寓 经由新北市政府城乡局和住户 多次的整合协调 终于卖出建物重申的第一步 副市长表示老屋重建 让居住水准再提升 新大楼还能够成为附近多根的典范 我们新北市的人口的增加 整个生活水准要提高 所以老旧的建筑 趁着这个机会能够更新 住宅的环境就可以大幅的改善 包括住宅的水准 有防灾的效果 它的环境是一个比较适合居住 符合国际大都市的标准 那它起来以后也可以成为这附近 各个不同的地方 大家看这附近还有很多可能的 可以都根的 那就变成一个典范 配合都根围牢条例上路之后 透过城江局初步的评断结果 只要是危险度 总评估的分数已经达到69分 属于未打安全等级的老旧房屋就具有危险的疑虑 所以在今年6月份完成拆除工程之后 未来将打造一座14层楼可容纳56户的大楼建物 这个案子是一个40年老屋的一个重建 算是都根 那因为危险条例有奖励 所以经过实施者来整合大家原来的这个住户 然后要把它盖成一栋14层楼 地下三层的这个建筑物 这项工程建商表示 预计110年底完工 大约在111年左右可以交屋 除了可以增加安全性 更可以提高生活品质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导